19. 新報 曾進華料心《廣通》適時推出 2015年7月11日《財經》B01準備就緒本星期中港股市波動 財政司司長曾進華作會見傳媒 表示即使近日中港股市大幅波動 本港市場的最保持良好 交投結算各方面的運作都是維持暢信 外匯和拆適的市場都是正常運作 現時港元的匯率和利率亦保持穩定 如投資者衡量風險 但無需過度擔心 深港通方面 曾進華從新港方已準備就緒 相信中央在適當時會推出 港府可即時配合 港有能力應付波動曾進華指 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市場 容易受到外圍因素的影響 但今管局 證監會和港交所會繼續密切監察市場的發展 他坦然 香港的銀行體系有高度的流動性 有能力應對市場的波動 今管局再有需要時會向銀行提供流動資金支持 而證監會亦會加強市場監察的工作 並且就經紀的流動資金會進行壓力測試 確保經紀有足夠的流動資金進行他們的運作 對於未來港股市場 曾進華表示他相信港股在未來一段時間 仍然會受到外圍因素影響而持續波動 特別是未來幾天 因希臘的債務問題 環球經濟仍然會受到不明朗的因素影響 各國央行的政策方向各移 或者會影響資金的流向和利率預期 被民及逆股市再大幅波動 政府救市的可能性是 曾進華指本港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因現時的情況是穩定的 流動性是良好的 其餘各個方面是全部是受控的 以及這兩日香港股市都升了很多 黄金互港通作啟動 另外 上海黃金交易所與香港金銀業貿易 長昨日宣布正式開通黃金互港通 內地和香港兩大主要黃金市場將 啟動互聯互通 香港投資者將能直接參與內地黃金交易 上交所副總經理沈江表示 黃金互港通有效提升了 內地香港兩地投資者的服務體驗 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經內地央行批准 未來香港金銀業貿易場內行 緣和投資者不必再按目前交易規則 前往上海自貿區開納FG賬戶 只需在中銀香港開納賬戶 就能直接參與內地黃金現貨交易 新報記者賈天鎮 在南海自貿區開納FG賬戶 前往海自貿區開納FG賬戶 長期開納FG賬戶